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评论区留言 我的天这是国超 任国超长这个样子 没想到任国超还会唱歌 任国超唱跳挺不错的呀 国超真够厉害的 干啥都行 国超唱的挺稳啊 还有的问 任国超和任嘉伦不是两个人吗 有好事打就去留言 不是 他俩是双胞胎兄弟 哥哥是任嘉伦 弟弟是任国超 还有这样回复的 今天任嘉伦和任国超没有出现 来的是他们的弟弟任姚夕 观众迷之糊涂 粉丝乐不可知 任嘉伦无奈三 去年的任嘉伦上东方卫视几条宝藏形 都爬上青桃钢园了 坐在车里的任嘉伦 还是听到路边有人喊国超国超 任嘉伦无奈的说 天哪 我都到这里了 还是摆脱不了国超 任嘉伦 你说你那时候还不如不改名字呢 改了半天啊 成了改名最失败的一人 反正说白了吧 任嘉伦实惨 辛辛苦苦打工人任嘉伦也 最后著名的是国超 真的是乱套了 我希望广大民众能够在夸国超的时候带上兴趣 一定是任国超 好歹数据是关联上的 国超虽然叫着亲切 虽然好听 但是还是任嘉伦或者任国超吧 就让任国超得意的笑吧 但是谁都画一句任嘉伦牛 本名比一名出名的人就是他了 两个名字都有知名度 最精彩的是任嘉伦的分身大法 演任嘉伦的人生 立任要西的舞台 过任国超的生活 没有不一样的精彩 果然男人不能说不行 做男人就要做最强悍的男人 任嘉伦最无奈的事情 却是粉丝们最津津乐道的事情 任嘉伦任国超都是一家人 哈哈 干杯 咱 滑 咱 来 咱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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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